当选中和模范母亲的吕秋桂妈妈 今年65岁 踏入例行福德宫 远山区海山宫 担任义工超过30年 代表公庙探访弱势家庭 恶心工艺不以余力 乐观开朗的吕妈妈 言谈举止为人赞赏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先生早逝的关系 吕妈妈独自抚养子女长大 刻苦耐劳熬过苦日子 现在孩子他们长大了 他们有他们稳定的工作 很稳定的生活 所以说我现在就开始 踏出社会公益 在我们中和的地方 土地公庙 服务大概有30年以上了 那最近是中和区延山路 一个海山宫马祖庙主委 聘请我去当他的总干事 虽然忙一点 但是时间大概都会错开 也没有到冲突 那生活很忙 也能够充实我自己 所以说表示我的体力还可以 我很愿意 从事公务人员的吕修贵妈妈 育有一子一女 儿女在妈妈的教养下 努力奋发突强 现在事业有所成就 家庭美满何乐 对吕妈妈来说很满足 家人也鼓励她持续奉献利她的爱心 参与各项林立事务 社会公益活动 让人生的下半场依然精彩又乐活 我们是单亲 妈妈独立的照顾我跟姐姐 那我们也很感谢妈妈 那她现在 现在我们长大了 那当然都是让妈妈有多一点自己的空间 她那时候年轻没有想要做到或是没有完成的事情 让她趁这个时候去完成 获选今年的中和模范母亲 吕妈妈一点也不拘功 只希望做好本分 为子女为社会建立好榜样 藉由服务别人 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在传递爱心的同时 把正面的力量散播给更多人 妈妈母亲节快乐 中央新闻陈嘉云中和报导